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两个人在决赛的时候第一盘比赛 本次比赛一共有八位选手参加了决主 他们两个也显示出比较强大的实力 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而进军了决赛 这是决赛的第一盘棋 那么决赛的规则也就是两局制 两局制如果能够打成平局还有加赛快棋 所以说第一盘棋也是尤为重要 郑伟彤选择的是先人之路 王天一选择对兵开局 对 一般王天一选择的是族女炮比较多 但是可能考虑到郑伟彤布局研究的比较有深度 所以他避开对手的风头 他选择的对足比较稳健 然后黑方也是骑马 黑方也是马八进七 那么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有多种选择了 比如说有居酒精一啊 向三进五啊 炮二平五啊 当然还有马二进一 这个跳鳖马呢 也是郑伟彤呢 非常喜爱的走法 这个走法的特点呢 就是比较灵活 可以根据黑方的布阵呢 而采取不同的这个策略 最近一段下的很多 对 黑方的选择也很多 对 黑方呢 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再继续马二进一 走成同行的一个局面 同行感觉还是略亏 还是稍亏一些 对 因为同行 你总在人家后边追着学呢 你这个阵型肯定是速度慢一点 还是红方有先行之力 对 黑方呢 反正最多见的呢 还是走居酒精一啊 向三进五 这样是最多 本局当中呢 黑方 还选择了这个向三进五 对 王天一对这个阵型 应该说也是非常的熟悉 然后周卫通选择炮尔平四 炮尔平四呢 就是想量右拘 然后看黑方怎么表态 如果你具有平方 他就居于平二 对你形成一个牵制 那黑方呢 选择了马七进八 对 来封住红方的右拘 这个封区呢 也是想贯彻呢 比较积极 这个意图 但是被 应该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走法 但是被红方这么一打呢 感觉还是红方便宜一点 这个起 红方稍有一点优势 那是不是按您说 就是这个开局 这个马七进八风车 可能是走得过早了 当然这也不绝对 因为下这个旗的时候呢 王天一呢 肯定对这个局面呢 也会在赛前呢 有一个比较深入的 这个研究 因为这个布局啊 走得太多了 那么王天一可能认为 他稍亏一点 但是他也能接受 是 红方这个筋泡呢 就是比较积极 打这个对方的马 这个马绝对不能登 登他G一平二以后呢 这个G就太大了 将来可以G二进三 G二进六 这些手段 别马是有点问题 那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就采用了一个 防御性的招法 走红三进一 对 直接红三进一对兵 对 一般来讲呢 用这个高向去对兵呢 是容易吃亏的 但是本局呢 能够起到这个防止红炮的 这种打马的这个威胁 所以说呢 这个队足呢 应该说在这个特殊的局面下呢 不失为一个比较符合 当前局面精神的这种走法 红方拱掉 红方也成了交换 黑方飞掉 黑方向五进三 接下来红方又 并三级 又是一个协议 黑方走 马二进三 这个黑方用这个三族对兵呢 最主要就是为了争取到马二进三 这也是抢一个先手 对 如果这个棋 红方接下来再拱 虽然说可以过一个兵 对 过一个兵好像 是不是还是红方有一点优势 这个棋到底 毕竟过个兵啊 真不一定 是 然后黑方再收下 三三退后回来 这儿的局面呢 就是说红方尽管有一个兵过河呀 但这个整体的速度呢 黑方还是很快的 黑方有局一平三 量局 局一平三 将来局三进六 马二进四 这些先手 就是兵 另外你这个二路兵呢 对黑方呢 也没有产生呢 特别大的这个威胁 所以说这个兵呢 是比较轻的 这不是全局的一个焦点 不是中心地带的兵 所以说这个棋 作为红方来讲呢 可能觉得不是很满意 对 红方不好控制这个局面 所以临场当中呢 黑方呢 就登马的时候呢 红方就没有选择去拱兵 而是采用了炮八平三 用炮把对方这个足呢 打掉 这儿红方可以呢 暂时多出这三个兵 并且将来局九平八呢 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但是黑方这个三三退伍回来 不是又是一个先手 所以说 当时看这个棋的时候 就觉得 黑方这个高向队兵 这构思还挺好 嗯 是 红方这个炮还得 就这个棋里而言呢 就说 等于黑方呢 也是很有章法 对 走到了先手 但是红方这个时候 显出的很强硬的 这个态度 走剧有名八来棋子 这个时候临场当中啊 这个王天忆呢 就进行了 较长时间的思考 对 他最终呢 还是决定呢 这个稳健从事 走炮二千二了 对 这个其实如果要是 飞掉的话 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对 那红方肯定要 冰三进去吃掉 那这个是 马八退九 还是马八进九 肯定要进了 还是要跳进去 这个退的话 太失弱了 是 退的话 这个步伐太慢了 红方 如果马一进三的话 黑方可以跑八平九 就跑八平九 因为这个地方 有闪击 红方也必须要出来 对 居住平安 这个棋呢 黑方在走 居久近一 居久近一 这个棋呢 倒是会有顾忌 就是说黑方呢 棋盘上呢 暂时是多一个大子 但红方呢 这个子力速度呢 比较快 对 看到这个郑维同 走得比较坚决 这个棋子 所以王天忆呢 他也是选择了 稳健的策略 对 他没有选择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呢 也很难说到底谁好 我觉得红方呢 还是取得了先手 因为毕竟先吃了一个兵 红方 前炮 平四 然后黑方再居一平二 黑方 先居久近一 对 先居久近一掌 红方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 黑方 这时候他走了一个区 一平二 一平二 黑方这个区呢 感觉又要出来 因为不出呢 也感觉知识在出类区呢 也慢一点动作 应该说走到这儿 布局呢 基本上告一个段落 对 双方基本上呢 取得了一个 接近军事的一个局面 但是就是红方的位置呢 要更开仰一些 对 红方多个兵 但是这个一路居 以后是怎么 对 这个子力怎么协调 对 子力怎么协调 两个炮好像 这个走的部署也是比较多 那郑维彤呢 我觉得这个阶段呢 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他是先走送三兵 他通过这个队子呢 来谋求一些先手 应该说也是当前的 最好的走法 是 然后黑方 黑方也只能这个项目进去 对 飞掉 吃掉 那红方先手打掉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交换 黑方打过来 红方拘八进九 把对方的拘呢吃掉 马三推二 对 这儿呢 棋盘上呢 子力呢 有所简化 红方之所以这么换呢 最主要是 他看到了这个上马 这个先手 对 马一进三这个 这是绝对的先手 这儿红方呢 可以说呢 有利于呢 这个拓展先手 因为这个右马呢 已经活跃 这个子力呢 就比较 有活力 红方这个四个大子都很活 对 黑方呢 这个炮 这个炮八斤二 嗯 鸡两步 接下来红方 再马三进四 对 实在是走马三进四 对 这个地方呢 就是马三进四呢 呃 也想封车啊 不让他锯这个 鸡九瓶六 对 这样子亮出来 但是从整体上 效果来看 不如马三进五 更好 跳中马是个先手 对 因为黑方不能 鸡九瓶六 那鸡九瓶六的话 那是不是可能 马五进三 对 我吃了一个像了 啊 将来我登回来 还是先手 是 这个地方 黑方不能起这个像 那不太愿意 这个像很大 嗯 它只能回像 那那它如果飞像 飞像那也不好 因为这个地方 卡住以后 将来红方 对 可能有炮四进四的走法 对 这个地方 黑方没有必要飞像 因为这个像啊 是在扶头呢 容易遭到对方攻击 是 那肯定要 只能向七退五 对 红方 马五进四 这是一个先手 这连着两步先手 黑方这个时候 正好呢 有一个巧招呢 可以去阻挡红方呢 进攻 走炮八平六 这个 这是一个先七后举 对 如果红方打掉它 黑方再举九平六 举九平六 给吃回来 对 捉回来呢 这个旗呢 倒问题不大 红方呢 如果寻求变化呢 就是再把这个马回来 这儿呢 通过红方这个马的 这个啊 盘旋的运轴帷幄吧 等于跳了一个好的位置 可以说 可以说这个旗 红方呢 还是取得略先的 这个局面 因为它以后会 局于平二啊 带机会将来 炮次平一啊 来打兵兵什么的 对 这个旗应该说 红方的局势呢 还是略优啊 对 就说的 通过这一系列的 转化以后呢 红方还是能拿到 他应该的这个先手 但是临场当中呢 红方呢 没有向这边 去更多的思考 而且选择了 马三进四 对 马三进四 这个马三进四呢 那将来 这个脚也就指了 马四进六了 那黑方这个时候 飞一下 对 这时候先 鼓了一个像 红方现在 先走了拘 一平三 对 拘一平三 然后黑方也是 也准备跳马 马二进四 嗯 红方又走了 马四进六 没有 他这时候 他先知了个事 对 他先十四进五 鼓了一手 那也可以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呢 就是说 他感觉台军呢 对方会僵 对 是不是 你要是回向 总有将军的棋 回向还可以 这个炮八退伍 又打马 又打 你再跳 他将来比我平炮 把这个像打掉 对 有一些隐患 所以他先十四进五 鼓了一手 对 所以说红方呢 先巩固一下阵型 也是可以 对 感觉这个 张老师这个局面下 应该红方 这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这个每个子都很火 而且黑方 感觉是不是 红方兵种 还要好一点 这个兵种倒很难说 这个兵种 应该说各有所长 各有所长 狙马双炮 对狙炮双马 这个兵种呢 应该说差不多 差不多的局面 这个差别不大 最主要这个局面呢 就是说 红方这个棋 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还是没有 这个优势很 很微弱 对 但是可能就是 基本上是一个军事 可能就是位置 马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就是说 最主要是红方的鞠呢 不活 鞠不活 对 如果这个鞠长起来了 那可以 那么现在黑方 不给他这个机会 他就先鞠 908 对 黑方这步棋走得 真的很精巧 他最主要呢 这个一走呢 对红方的右翼呢 他有一定的干扰 对 如果你再掌局 他对方有可能 泡花瓶9 这样就没有 鞠3瓶2 对 他将来要下体炮 你对你这个右翼啊 有这个压力 所以说这个棋呢 应该说 就是基本上军事 基本军事的棋 因为红方也没有物质 也没有明显的位置好 是 自己的鞠不好 两个马好一点 对 红方马四斤六 对 他这时候跳马 这个地方呢 王天一走得还是不错的 他呢 感觉这个棋呢 这个狙装炮 怎么去协调 组织反击 对 直接平炮打狙呢 他又就那边拉住 所以他先走 泡花进一 对 他先走了一个 前炮进一 这招棋啊 应该说是 比较有深意的 看起来一个 很平淡的进炮 但是为以后的进攻呢 他是做一个 必要的准备 招法还是比较含蓄 对 所以说这招棋呢 应该说呢 还是值得大家呢 这个 学习和回味的 对 那到底他好在哪里 那么我们稍后的对局呢 继续为大家讲解 好 各位朋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来观赏这一激烈的 中局这类 黑方呢 项目级走 前炮进一 应该说是 比较有深度的 那么红方就继续 马七七六 对 黑方 这招棋上马呢 也是值得思考的 因为红方这个棋啊 有很多种走法 到底走哪个最好的 也确实很难讲 对 选择是比较多 马七七六呢 应该说呢 也不坏 也不是什么坏棋 另外呢 也可以考虑走个 十五斤六 对 十五斤六 是不是更稳健 就是针对 黑方这个进炮 对 就是如果你再去平炮 我就可以聚三名二了 这样 针对性的更强 因为红方这两个 马没有问题 对 随时可以上 另外上马呢 还有一个思路是 马七进八 到底是走哪个马好呢 也很难讲 按说就是都可以 对 也都没什么明显的 但是现在你马七进六 那黑方这个计划 不就是实施了 对 这二黑方 对 平炮打狙 对 平炮打狙 这二红方这个狙呢 就不能回到这了 因为有大象僵 它也不能收进去 其实收进去 也是底线僵 对 所以红方被迫 狙再撤回原位 是 所以这个走到这儿 是不是感觉 红方这个 郑维同特大 它情细是 急于求胜了 这鞠被打回去 是不是也不是 特别好的一种选择 他可能当时 觉得是这样 就觉得这个鞠啊 跟你这个鞠装炮呢 也是形成一个 互相游斗的 这么一个状态 对 他可能认为 这个鞠回来 也问题不大 所以说我鞠回来 你也不能把我 怎么样 然后我争取 用两个马的先手呢 去进一步 逼迫你 它是这么一个想法 对 应该说呢 他这个想法呢 也没有原则的错误 最主要后边的战术呢 还要衔接的紧密 是 那接下来黑方就 接下来黑方是 走了个 G8-4 对 先撞马 来捉上马 因为感觉 红方这个两个马 比较活 黑方先让他表现态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呢 还是想求战的 如果这个想简化 回马灯霜 那就是局面 一下就简化了 对 把这个灯掉 这个棋呢 可能就更容易 趋向平稳了 对 那么红方还是 拍马过河 想这个双马 对黑方呢 形成一个 必要的这个威胁 对 那黑方 黑方走过 抛八尖 他先抛八尖 对 他也就直接 下底炮 红方 红方这时候 就直接这个 马六进漆 先跳一个握草马 黑方炮击腿 打的一样 他是 先不是 十四季 我们补了一手 也没有理会 然后他马八尖 就再跳进来的时候 他走了一个 炮七对一 他也进行一个防范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呢 退步炮呢 他是为了将来呢 能够把红方 这个握草马呀 把他赶走 对 他可以随时 十五进四 让这个马呢 更活跃一些 对 红方的这个棋呢 也是没有 后续的手段 对 也只好呢 就是见招拆招吧 这个棋 他是走十五进六 对 十五进六 他也想把这边 的棋呢 这个透透凶 对 因为黑方以后 有这个向七退九 一些偷袭的手段 对 对 先减化了 然后黑方 然后十五进四 把这个握草马 先赶退 对 赶退 然后他又补了 一个杨小士 等于说黑方 这个目前来讲 这个阵型 还是挺稳固的 然后防守 还是挺得当的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呢 表面看起来 是防御 但实际上呢 也还有一些 反击的机会 那么红方 现在这个棋呢 最主要就是要看这个 鞠啊 这个动向 实际他应该考虑啊 动动这个鞠 对 因为这个鞠在底线 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 是 应该该动呢 动一下呢 这个适当的灵活一下 或者比如走过 顾绵兵 这也是个思路 如果你回向 我还有可能 用高向飞着 高向飞向 对 我将来再补一个向 就永远把你这个 七路炮呢 挡住 对 这个也是一个思路 那么实际当中呢 红方 可能对这个右翼呢 他觉得不好动 他想着这个 一路就牵着的鞠炮 他走了一步推炮 对 他走过炮四飞一 那么黑方进鞠 来 跟住他 红方呢 炮呢 又进三 对 炮四进三 好 然后这个时候 黑方走了个 黑方走了一个 足九进一 这个足九进一呢 就是说黑方呢 等于是暂时是不动声色 对 实际上呢 是蕴含着一些手段 就是准备 将来呢 有这个 巧度鞭足的这些手段 是 而红方呢 对这个地方啊 下的呢 有一点不太明智 就他拱鞭足 好像是一个等招 对 就是没有 全把没起走的一个感觉 对 那实际上他这个 下部还有这个 继续足九进一的一些手段 对 红方这个棋呢 针锋相对呢 就是应该走兵一进一 他不给对方呢 足九进一的机会 这样 那他不正好炮击冰酒 炮击冰酒 红方可以炮四进一正好 用这个炮呢 来打你 就是强行兵一表态 对 我就搁在这也行 你打我 我再打掉你 这样 这也没关系 那我肯定 足九进一也不能吃 足九进一吃 吃我的鞠吃出来 对 就是这个棋呢 应该说 红方的 目前的局面 还是不差的 等于就是这样 就形成一个 对峙的一个局面 对 就是这个棋 红方走出兵一进一 你炮击冰 我炮击一 双方仍然是互缠 是 基本上还是军事 谁暂时都出不了大棋 但是红方呢 这个临场当中啊 他就莫名其妙 走了一个炮四平八 对 他是不是太想 在黑方的这个右翼 做些文章 他这个炮平过来呢 也让人家没有看懂 那他是不是想 再跳 再跳人家 再退市 你这个马也是白走 对 所以黑方呢 抓住这个机会呢 他就赶快足足进一呢 这个边线呢 就进行了一个侵扰 是 这儿红方不能拱 拱断 因为炮击冰一打 就把这个鞠打死了 这儿红方呢 就感觉这个鞠啊 有一点危险嘛 对 他下部还可以 足九平八 对 他将来足九平八 再退向 那你这个就挡不住 对 这个鞠双炮 这些杀法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呢 就匆忙呢 把这个鞠呢 生出来 对 就一心啊 就是说在这个细节的较量上呢 等于是黑方呢 抢得了嫌疾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 突然呢 鞠八平二 这调转枪口呢 来围追呢 红方的这个 双马炮 对 对 双马炮呢 形成了这一定的威胁 这儿红方这个子力呢 就显得呢 有一些呢 不协调 对 他这个马炮正好在一条线 他现在还得马八推六回来 对 他只能回马 然后黑方又炮击价 又一打 对 因为你退这炮打 红方又马六进四了 所以必须要掌这个炮打 对 那红方 只死一手了 马六 六推八 对 还得回来 对 他现在要是炮八平六的话 他正 是不是有一个再炮八推六 对 那炮八平六太危险了 对 这个位置容易出问题 是 正好他红方就只能在 对 他还得 前马 退八 对 我们看红方的这三个子啊 被黑方呢 这个揪住了 还是有一些 难受的 对 正好 这个又要 吃一下 你要是推这个炮打 他就马八进七 暂时倒不要紧 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突然走了一个 突发的冷箭 对 突然走了一个向五进三 对 他用向呢 去卡住这个马腿 来捉红方的 这个八路的炮 另外顺便攻击着 红方的八路马 对 走到这儿 我觉得可能 这个郑维童啊 这个心理落差呢 是比较大的 是 因为从开局的 他肯定是认为 自己优势的 对 感觉是 一直是占有空间的优势 但是走来走去呢 红方也没有 取得实质性的推进 对 那走到这个中盘的局面呢 突然对方 像一飞 那时间也上来了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处理的呢 就是有失冷静 对 结果一下就把这个旗呢 走输了 对 他实际上是走到 抛八平五 这是一个漏招 对 看着就是下一步 居一平二是个先手嘛 对 居一平二有这个 居二进七这个杀旗 实际上 红方的节周 会走抛八平六 还不至于呢 速溃 抛八平六 那黑方也对 居二推四 好 那我们把这变化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居二推四 推去吃马 对 红方这个时候 会居一平二 黑方如果走 向三退五的话 红方呢 可以走 他可以马路推四 马路推四 你过居顶马 我就打掉你 你吃马 我就吃回来 你躲 你躲泡我马自尽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呢 少一个兵 问题不大 对 那他不走这个 他总泡八平九 如果走 泡八平九 那么红方 这个时候呢 这个次序要正确 对 要先给 提前一将 先将一句 对 因为 它只能落实 因为你回马呢 对方有一个退底泡 退底泡 你再打的时候 它把你捉死了 那这个 这个子吃不回来了 对 这个子就是说的 是红方丢子了 对 红方这个六楼炮保不住 这个棋要怎么走呢 要先一将 先一将 那只能落实 然后我再回马灯 这儿你退不了底泡 那再泡棋 退二 然后用炮再打 它再拒二退三 捉死泡 这个时候呢 红方呢 就是为什么 这鲜姜的好处呢 对 它六楼炮可以下底 巧妙地逃生 这儿正好不能吃 对 吃拒二瓶四一吃 黑方只能拒二瓶六 来保底试 这儿红方在马四进五 这又是个先生 如果你回向我 炮就逃掉了 对 你鲜六斤二捉马 我马五退七 我先吃你几个试相 对 你只好降五瓶四 降五瓶四 红方在马七进六 登试 你鲜呢 只好再躲吧 对 躲哪儿 反正也关系不大 我再把这个兵名滚掉 这儿大家看 棋盘上 红方虽然少一个大子 但是多两个兵 多一个试 还多一个像 黑方也有点顾忌 对 这个棋就是说 红方呢 应该说四号不差 这个少不紫还是 少不紫 它也不差 为什么呢 因为黑方呢 这个棋呢 也是后边的顾忌是很大的 所以说这个棋 应该就是一个基本军事 对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临场当中啊 这个郑维彤呢 措施这个战机呢 其实这个棋倒不是特别难 估计也是时间紧张了 然后也是 郑维彤可能这个 让人家这么一捉呀 捉得可能心有点慌 结果这个棋呢 他走了一个假招 他没有走出炮八平六 他是走了炮八平五 实际上这个棋呢 马上就崩溃了 实际炮八平六这个棋呢 确实还比较顽强 对 还是占线很漫长 对 应该说的 红的亏一点呢 也有限 那平到这儿呢 对方就白把这个马 先吃掉了 924 这个924吃了 对 红方 居平二在周炮 叫刹的时候呢 黑方有一个退项 对 正好落项 退项又吃马 又解刹 等于这个棋 黑方一下子就 确立了这个多子的优势 对 好像这个 子儿也吃不回来了 对 那么最后 红方 就是 最后招法 大家也欣赏一下 黑方是如何在 多子的情况下 他把这个吃掉了 这个获胜 然后他继续吃马 然后继二斤六桌 桌炮 他炮鸡碎三 然后聚二平五 他索性吃足足了 对 黑方把这个 对 吃足 这棋呢 就说等于黑方 是白多一个马 对 红方呢 狙炮兵 没法跟人家狙马炮的 是 想抗抗 而且兵也没过河 对 这还多了个足 正常来讲 应该是没办法 来这个求和了 他捉 他后面走的 也算是比较顽强 他落相 然后再去吃足 因为这个 你吃这个兵 你这个兵就丢了 对 然后进居这个 桌霜 红方居九平五 黑方再去下 然后再炮五平二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 毕竟是少一个大子 对 三平一 这儿等于黑方呢 也走得很干净 把红方的这个 有声力量全部香味掉 对 黑方走得比较稳 对 也不着急 因为也还有一个编足 对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 毕竟是少一个马 对 居平二 准成马 马四肩二跳 居平二也是走得很细 对 你马四肩二 对 你要纤条可以拦截 你还得马上退三 还得去倒脚 退 然后他马四肩六 然后他走了一个 他还没有着急退 他走了一个炮二平一 其实也是没有 很好的一个想法 对 他再退 他落势 他冲中兵 他居二平五 对 这把子都也牵制住了 就平 对 这个棋子就说 也没有什么难度了 对 但是最主要 黑方呢 这个走得还是孕子 孕子还是比较好 对 这现在就开始组 打兵 然后下了一炮 以后就形成了绝对的东西 过门又走得很精巧 然后他居五平八 他准备马六进八 对 这现在就是四子归边了 继续平四 平 然后跳马 我碰 冲兵 也不管了 对 平鞭炮 把他继续冲 跳马 然后他四五斤六 防守一步 他落向 炮四平三 然后他 下足 下足 对 这现在就真是四子归边了 退 他这时候还挺稳 他也先入了个向 他为了马脚去吸 必要的 对 然后他一捉 然后他开始组织进攻 然后去八平七 最后两步一将 对 一将 一说 去七平六 这是个绝杀的一个棋 就是最终呢 这个王天一呢 取得了首盘的胜利 对 并且在第二盘棋的 加赛 慢棋 对 先手一合 下成了合棋 对 然后最终呢 王天一就取得了 2018年的首冠 在这里呢 我们也对于 祝贺 给你表示祝贺吧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